耶 歡迎 來自我介紹一下 跟大家問候一下 來 祝大家耶誕快樂 大家好 我是陳佳麗 好好講 好好講 是 我在搬場的記憶裡面 飾演的是熱血的少年的 情侶這一小會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好 期待你們的演出 來 第二位 妳就直接穿制服來了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在搬場的記憶裡面 是學生 昨天在預告裡 我一直看到妳 很揪心的畫面 帶我們的廣告 然後呢 繼續說 我是姚依晴 然後在裡面是飾演妮妮 是一個不良少女 很有個性的女生 難怪要妳的金色的頭髮 好 我們來 虎爺來了 大家好 我是吳麗玄 耶 我在搬場記裡面 飾演的名字叫老K 我是學校的不良少女 OK 整個學校都對我管 是 但是看妳又走得出來 毫不習慣 還是紅衣裡面用爬的 對 來 廷虎 跟妳們介紹一下妳的角色 哇 妳臉子 這樣立起來應該也是個後棍 壞學生的樣子 大家好 我是張廷虎 我在搬場的記憶裡面 飾演的是學校的 感覺很霸氣 老K都歸我管 好 請期待他們的精彩對手 是楊晴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晴 我在搬場的記憶裡面 飾演的是雨昕 她是一個臥底警察 喔 演警察 那要很正義感喔 對 OK 請期待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一位了 這是我們今天的神秘驚喜 Pieter 哈囉 你真的是勢必公信 因為他在這部戲 身兼數值 你知道嗎 寶 你告訴我們這部戲 你做了哪些工作 當那個奶爸啊 寶虎啊 是 然後當製作人啊 製作人 還有呢 演員啊 演員還有呢 編劇啊 編劇 還有嗎 導演 天啊 你怎麼都不讓人家賺啊 對 因為你知道我剛結婚嘛 要先賺一點奶粉錢 你知道嗎 所以趕快先 身兼數值了 能算多少是多少 而且也順便省一點啦 對不對 當製作人要節省開銷 那你演什麼角色 因為你現在旁邊都是年輕演員 你現在是演 我不是演他們的同學 我是演他們的老師 所以呢其實我壓力滿大的 因為呢在學校面對那麼多的不良少年 不良少女 然後呢還有我們的校長 又那麼兇 也會遜壽司一樣 是是是 還是校長 了解 好 請期待 我們身兼數值的Peter 今天呢 Peter來到這裡呢 跟我們所有的團隊 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